哈喽大家好,我叫刘逸,来自浙江杭州,是一名澳洲突发专业博士在读生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述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 大家搬好板凳,买好瓜子 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一个满怀期望的有志青年 啊,对,没错就是我 准备来香港的大学做研究助理 当这个青年郑泰家里享受肥宅的快乐的时候 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发生了 他的下部盖,他确诊了新冠肺炎 所以也就是在居家隔离期间 这个青年可能会被跳舞主的室友传染上新冠 23号开始隔离的时候呢 我身体就其实觉自己已经开始有一定反应了 例如我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乏力感 然后在了第二天过第三天的时候 你会出现一点低烧 会烧到37.2到37.4度左右 然后会伴随一定的偶尔的咳嗽 这咳嗽呢可能是你嗓子比较痒引起的 当我确诊之后又来了亚博馆 来了亚博馆之后呢 这个乏力感呢会更加加重一点 你会发现你做运动 你的那个肺部的呼吸会感到有一定的小困难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会慢慢丧失你的嗅觉和味觉 包括我现在已经在下部门待了12天了 我现在是仍然没有嗅觉和味觉 大家好今天是早上7点40分左右 我们开始起床洗漱完之后准备吃早饭 然后我们就在这排队等候拿这个早饭 这就是我们排队拿早饭的队伍 每天都会按照这个非常有序的拿这个早饭 早饭的菜单 其实早饭的用具还有食品全在这 非常的齐全 我已经拿到我的早饭了 准备开始吃早饭 里面呢有两个类似于小糕点的东西 下面一层就是粥 就是排骨粥 我们还拿了一些小饮料豆奶之类的 它每天都会提供给我们 就补充我们的日常营养来帮助我们抗疾病毒 然后现在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屈住的环境 这就是一个桌子可以用来我做办公 然后旁边那个桌子可以放置一些 比如说我们有压博馆提供的一些水果 零食水以及台灯 还有这个床 这个床的被子你可以自己去领 对面就是别人的居住环境 现在我要去做抽血化验检查 我们每隔几天就会做一些 抗体的检测和那个口水的测验 来及时判断你是否有资格出院 当你血液抗体然后且错液转阴的话就可以出院 这个就是前台 全是有护士 然后我们在这抽血进行化验 现在已经九点了 然后这个亚博馆的隔离中心就已经熄灯了 我在这已经待了13天了 所以说我还是一个亚博馆的元老级人物了 今天我可以出院了 今天早上接到血液检查报告 我血液中有抗体了 然后也转阴了 所以我现在能够正常的出院了 在放肠医院也就是亚博馆待了17天 真的非常非常感动 整个这17天的经历 是我一生中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 我只想跟工作人员说一声感谢 然后也跟大家说一声感谢 谢谢大家